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上海辣酱 首先我们处理食材 把泡好的香菇切成小丁 豆干先一破二 竖起来 这样就相对站得稳 我们中间给他一刀一破二 然后再切成小丁 干辣椒切成碎末 不喜欢辣的可以少放或者不放 没有这种干辣椒 就用辣椒酱代替 把籽留下 这里还准备了花生米 肉丁 那肉丁以前在做辣酱的时候 是掉鲜的 现在随意放 切多大块 放多少量 随意 只是最好能用九煮不烂的食材 如果手边有冬笋的话 放点笋钉 那就锦上添花了 油可以稍微多放些 又好吃又好保存 辣椒先爆香 但是不要一下倒下去 这样 用手 慢慢朝下放 子还可以留下一些 不吃辣的可以少放 或者不放 许多南方人 许多上海人 他们都不吃辣的 他们做出来的辣酱是不辣的 也叫辣酱 所以就是名称而已 炒到油烫 辣椒香味出来 肉先下 煎到肉变色 我们下一点料酒 喷点料酒增加香气 然后豆干 香菇丁 不分鲜后 如果你用的生花生米 这个时候也可以放下去了 一起煮 煮个7-7-8分钟 煮个7-8分钟 10来分钟都可以 锅里要留一点水 不要煮到太干 太干了 面浆下去的时候容易粘底 我今天用的是甜面酱 我今天用的是甜面酱 记得我们小时候 妈妈做酱的时候 一半豆瓣酱 一半甜面酱 是用个碗 淋烤的 那个时候的豆瓣酱 有点豆瓣 咸咸的 可以代替盐 不用放盐了 甜面酱呢 甜甜的 可以少放一点糖 现在都不一样了 豆瓣酱咸到要命 也没有豆瓣 甜面酱也不甜了 所以我们自己 待会还要加工 太咸的话 还要放糖 不大不小的火 让它滚几分钟 让食材吃到咸味 然后你再尝尝味道 应该需要加糖 新手要记得尝味道 要记得尝味道 因为不同的牌子 面酱可能有不同的咸度 加多少糖 放多少辣 随自己的心意 最后熟的花生一下 烧到稠稠的 就可以出锅了 那如果你做的多 一两顿吃不完 我们就先给它 灌一两瓶起来 用小瓶子 不要灌的太满 我们上面给它留点空间 封一层油 这样就可以多放一些时间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